11块钱的水饺都要求免单 被拒绝后光速变脸 吐槽水饺难吃的跟XX一样 还叫嚣走着瞧 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奇葩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近日 陕西咸阳一探店网红 去当地一家水饺店吃饭 点了11块钱的蒸饺 坐下就开始拍视频 结账时他跟老板娘说 自己是网红 能不能把这一单给免了 却遭到老板娘的拒绝 老板娘表示 自己经营的是小本生意 本身利润就不大 真的免不了单 随后该男子又说 看你这点生意也不好 只要你给我免单 我就免费给你推广推广 可老板娘却坚决表示 小本生意不需要推广 也许是觉得没面子 这名网红竟当场上演 川剧便利 边付款边诋毁商家 说商家难说话得很 不会做生意 临走时还吐槽 他店的水饺难吃的 跟XX一样 整个过程老板娘 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 反倒是这个网红 想要吃白食不成 就开始诋毁人家 随后该男子 连发两条视频 第四商家 说店里的水饺难吃 让所有人都别去这家店吃饭 该视频被正义知识 发布到网上之后 迅速发脚 大家纷纷跑去 该男子账号围观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这名所谓的探店博主 名下仅一千来个粉丝 不到十个作品 就这也敢自称是网红 十一块钱的蒸饺都吃不起 还说自己是达恩探店 大家一边倒地怒斥该男子 可他不仅不道歉 反而给商家发私信危险 让其立马将视频删除 不然就走着瞧 下午看了一下午 死心和评论 我也没有见过这个真正 这会儿还是有点谎 有很多亲朋好友 也跟我发死心 打电话也来管醒 让我孝心一点 让大家没有猜错 这个胡子确实也跟我发死心 也在威胁 老板娘说自己是单亲妈妈 独自带娃开店做生意 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感到非常害怕 当天下午他就把店门关了 就是怕被人报复 这一下彻底炸开了过 网友们纷纷力挺老板娘 别说你是网红了 就算你是明星吃饭也得掏钱啊 还有网友说 这个人就是个无懒 随后河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 该男子行为已经侵犯店家的名誉权 店家可以选择起诉到法院要求该男子赔偿 如果有过度人身攻击或者威胁行为 就上升到刑事犯罪了 这个博主要求免单 这个你可以在事先跟店家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双方达成一支意见 那可以 你这个吃饭然后做个点评 这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以这个网上曝光为要挟 这明显是一个威法行为 眼看舆论越来越大 该网红坐不住了 连夜开起了直播 要么全程带着头套 要么就只留半边脸不敢出来见人 直播间两千多人全是骂他吃不起的 随后他还辩解称 当时他去店里吃饭时 那个蒸饺是现做的 他一口塞到嘴里 一下就把嘴给烫着了 所以他就来气了 于是才想着找老板免单 顺便撒个计 还说自己又没有摔盘子 不算太过分 谁知人家老板娘根本不上他的道 还把视频给曝光了 现在全网的人都知道他的光明世界了 就连亲戚朋友都骂他 现在他的名声全毁了 还喊话爆料人赶紧把视频给删了 不然自己以后都没法出门了 看到这网友更生气了 当初你拍视频诋毁商家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直到现在还嘴硬 不把你骂到退网 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 甚至还有网友编了一段顺口溜 三二桥 要出名 胡子这小伙子真能行 将帝的咸阳的GDP 十亿块拯救都吃不起 你说你是贪奸机 那看你想个腰翻机 不面胆子把脸翻 亏的你我老走下 以前粉丝都能贪奸 酒鸡丧得我丝绍干 亏先人 我省钱 三二桥 买几万 大哥搭接你醒醒好 胡子今儿还想吃拯救 你一块饿一块 一份拯救是十亿块 下次胡子再吃拯救 搭货给咱咱咒好不好 大罗斯能支付 管件还保持又保足 保贵人也保桑得 保给咱咸咸阳人磨嗨 终于在发酵了两天后 胡子发布了一则道歉声明 他说自己这两天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精神已经崩溃了 希望大家不要再攻击他了 他给大家道歉 他知道错了 现在账号已经没有任何的视频 而且评论区也已经关闭 小编想说的是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现如今一些网红打得探店的幌子 去店里白吃白喝 手机往那一架 就真把自己当明星了 最可恶的是 吃干抹精后还要发视频曝光你 把你店里的食物说的是一文不值 店家却敢奴不敢言 只能在店门口数块牌子 禁止网红探店 那么大家觉得网红探店好还是不好呢 欢迎评论区畅所欲言 欢迎评论区畅所欲言